过年是温暖的和热情 过年大吉 外婆进去看看 每个人都是一种家人 都是一种朋友 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都会做 心不要冷 心也不远 过来啊 哎呀这都是食物 我的名字叫艾伦 我来自英国 我是一个英国女婿 这个时候大概第八次来这里过年 是麻将县 平时我们会打刺拔 杀猪杀鸡皮彩 如果你从来没做过了 那你是要听本地人 教你做 但是你是要认真听他们 然后就试一下 不能这样 这样没有力 要这样 在哪 这样 打 对着上面 不会走的 我可以很快学得到 而且还有一些我能做的 就是我能这么帮助 我就帮助 比如说我比较长大 所以我可以提东西 我还会洗碗 还会打扫危险 这个就是我长大的背景 我的妈妈跟我说 不要管你不会走的 就找办法帮别人 别人在忙的话 你也应该要转 不要偷懒 这个手这样子 这个笔放在这个手指的这个位置这样子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14年 是为了教英文 中国丰富的历史 比如说有五千年的历史 四大发明 指南针 指火药与音术术 中国还有一个有趣的语言 我说有趣是因为它的字 看起来很美 有专门书法人 写字就看起来特别有意思的 比如说马字看起来像一匹马 人看起来像一个人的两只腿 如果你的家和所有其他的事情都会过得好 但是也有一个比较严肃的意思就是 不要判断别人的事情 先看自己的家怎么样 才资格判断别人的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都是一个大锅 然后他们在那个桌子 那个桌子上烫 很热 他们这样就烤火 就不要冷 一起喝汤 那那个汤 它也会提高他们体内的那个温度 在这里是比较简单 就送钱 一个红包就是钱 新年就是 原来女婿 购买了她新车 他们还给我发了个红包 大红包 每个月还给我拿个老老的生肠费 每年来这里 看起来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好 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小变化 就是人民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富裕 那概括来说就是和平的 在这里的人们 他们很甜蜜 很善良 而且也很热情 很小很小就是都想当个消防员 十岁要当一个科学家 我变大了 我的梦想也变了 我的梦想现在是简单多了 我就是想要一个简单 普通的生活 开心的生活 那我做什么工作 就是有意思的 你能支持我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给学生教英文 准备他们 追求他们的未来 他们的梦想 我觉得这样的工作 也是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梦想 在中国有时间 对 是的 我觉得中国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因为有我的妻子 有我的一些家人 两个人的家庭 变成了两个人第一个家庭 我的家庭 是我妻子的家庭 我妻子的家 就是我的家 我有很多机会 可以认真努力工作 得到越来越好的工作 体现自己的能力 我喜欢探索 未知的事物 可占我的事业和经验 我的家庭 我可以认真努力工作 我可以认真努力工作 种子 我可以认真努力工作 你们可以认真努力工作 因为美国